好,一些圖形的題目,其實最主要是由題目出發 所以反而它問的哪兩個角,你可以知道就算了 就不需要立刻想到怎樣計算這個角 現在要問的是這兩個角 記住在心裡就可以了 現在的重點反而是你怎樣利用它給你的資料 它說AB弧和AD弧是3比2 即是說如果AB弧是3K,AD就是2K 關於圓形的特性,你學過弧長的比例 應該是圓心角也是同一個比例 但是因為這題它沒有圓心給你 所以我們就不會想圓心角了 圓周角應該都是3比2 圓周角即是說如果這個弧回序回到一點的角 這個就是三份 所以我假設角AB弧是3比2 同樣道理,另一邊 2K匯序去同一個圓周角是說2比2 留意這一點B和D一定要在圓周角才計算 這個是2比2 那我就算當你之後不知道怎樣做下去也好 那你表達你知道這個是2Vita,這個是3Vita 應該都會有分給你的 那同樣的東西只不過是在後面再做一次 BC弧是等於兩個CD弧 那它這裡的排版就把CD弧移到下一行 但正常應該不會的,應該會這樣一行過顯示出來 但是要留意一個部分 就是它現在的格式就不是BC比CD 那你就千萬不要覺得BC比CD就等於2 那你應該是把它轉為BC弧,除CD弧 是等於2倍,即是2比1 那所以用回我的寫法,記住BC是比較長的2倍 然後CD是1倍 然後CD是1倍 BC弧就是2份,因為K已經用了 那我叫1份叫H,還有1個H是DC弧的 然後重點就是它是對應的圓周角 1個H對應的圓周角是各DBC,即是這個位置 那當然你用A和B也可以 那如果2H,即是BC弧,對應的圓周角就應該是這個部分 各BDC 所以這個是2F 那這一刻怎樣用都還沒想到 當你停止的時候,就想一下有什麼資訊你還沒用 首先30度是還沒用的 其次等腰三角形,即是CD等於CE 這個你還沒用 那所以另一部分你可以顯示 你也知道這個角也是一樣的 也是叫Refined 其實這裡當你用了圓周角的技巧 這個比例和等腰三角形 就應該拿了2分 那其次第三分從哪裡來呢? 就是你想想,原來它對著的角 一個圓內接四邊形 對著的角加上180度 如果你記得,這個也幫你拿到分 那即是應該不知道哪個位置 可能我們會用到這條色的 先在草稿上示範 另外還有一個還沒用的就是30度 那你想想30度可以怎樣用呢? 30度是一個圓周角,由A和D出發的 如果它們匯聚到同一點,就會回到2F 所以其實30度就等於2F 這個理由是同公形內的圓周角 所以現在差不多就已經知道怎樣計算了 Feta就等於15度 那你就能夠代入這個是30度 這個就是45度 然後配合這句 當你知道了Feta,你就能夠計算到另一種角 就是Fine是多少度 那當你計算到Fine是多少度呢? 那你留意這個三角形 2Fine加2Fine加你們的目標 再加上30度 就已經等於180度 三角形內角和了 另外角BAD就更簡單 用180度-2Feta-3Feta 就是這個角了 好,做好準備,現在就開始答題了 先由題目出發吧 因為它是3比2 所以我們知道 假設這個是3Feta,這個是2Feta 角ADB就等於3Feta 然後同一時間角ABD就等於2Feta 然後下一步,其實我們可以計算Feta 2Feta就是等於30度 那我理由就是同工形內的圓周角 不過這次就不是叫你證明 所以就不要寫理由 免得多錯多 之後就先計算BAD 就是這個角 用三角形內角和 1Feta 180度-75度-105度-105度 滿足了第一部分 我們就想一下 我們還有藍色的資料 我們還沒用 就把這部分抄進去 所以我們就可以切角 CDB 就是等於2Feta 然後角CBD 就是等於1Feta 之後就是圓內接四邊形對角 即是這個角加這個角 就是180度 5Feta 再加總共3Feta 是等於180度 所以Feta就是105度除3分 即是35度 好 到最後 還有一個資料還沒用 就是CD等於CE 因為CD等於CE 所以角CDE 是等於角CDD 這個角和這個底角是相等 兩個角都是等於70度 兩個是35度 剩下我們最後的目標 各ACE 就是等於180度 減70度 再減70度 再減低的30度 所以是等於10度 那你回答了各BAD的大小 你回答了各ACE的大小 那就為之做完了